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模大样地从墙边走过 而墙最后也没有倒 老太太很生气 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每次看到有人走来 老太太都忍不住提醒一下 三天过去了 许多人在墙边经过都没有遇上危险 第四天 老太太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便走到墙根下仔细观看 然而就在此时 墙突然倒了 老太太被掩埋在灰尘砖石中 弃绝身亡 感悟 对每个人而言 生活中的意外和风险永远存在 很多时候 提醒别人很容易 要做到自我提醒却很难 但危险的发生 往往就是因为疏忽大意 放松了警惕 自身利益受损 才会用心解决 一栋日式平房 住着两家人 屋子后面有一片大空地 独居的年轻人在后院开辟了菜园 种了些青菜 而隔壁带孩子的老太太家 则在后院养了十几只母鸡 母鸡经常跑到年轻人的菜园里 把她种的蔬菜弄得一塌糊涂 她向老太太提过很多次 希望她把母鸡关起来 老太太每次都客气地答应下来 但却从来没有付出过行动 她又不想因为这些小事和她争论 无奈之下 只好想了个办法 她提前准备好一袋鸡蛋 趁老人的孙子过来家里玩时 让她带回家去 等到第二天老太太过来道谢 她故意说道 不用客气 我们家鸡蛋多得是 还真要感谢您帮忙吃 免得坏了 老太太很惊奇地问 我没看到你们家有养母鸡啊 怎么鸡蛋会吃不完呢 她说 每天在菜园里随便就可以捡好几粒鸡蛋 怎么吃也吃不完 第二天起 老太太家的母鸡就再没跑过来了 感悟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别人发生利益纠缠 要想快速处理问题 不能一味地讲道理 想办法把问题和对方的利益挂钩才是关键 毕竟人只有在自身利益受损时 才会用心解决问题 爱听好话 鲁迅在《野草利论》里讲过一个故事 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小男孩 全家都高兴极了 满月的时候 主人将孩子抱到客人面前 一个人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 他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人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当官的 他收到几句恭维话 一个人又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他得到一顿痛打 感悟 其实说孩子以后会死是真话 也是必然 说孩子以后会当官发财 是恭维 当不得真 但人的本能是爱听好话 而非真话 哪怕好话可能是假的 但依然比真话受欢迎 这便是人性最大的弱点 无法接受批评 一位科学家得知 四神正在寻找他 为了保住性命 便利用克隆技术 复印出了十二个自己 四神找到他后 面对十三个一模一样的人 一时分辨不出 哪个才是真正的他 只好心情离去 但没过多久 四神就想出了一个识别真假的好办法 四神找到那十三个一模一样的科学家 对他们说 先生 你确实是个天才 能够克隆出如此近乎完美的复制品 但很不幸 我还是发现你的作品 有一处微小的瑕疵 话音未落 一个科学家跳起来大声辩解道 这不可能 我的技术是完美的 哪里有瑕疵 就是他 四神一把抓住那个说话的人 把他带走了 感悟 每个人都害怕被看清 每个人都渴望被肯定 就像我们可以坦然地享受赞美 却无法平静地接受批评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质疑 就能撕破一个人所有的伪装 以自我为中心 四个修行者相约彻夜打坐 事先约定好 要专心致志 不能为外界的事物所分心 更不可以开口说话 一盏微弱的油灯 伴着四位修行者 整个禅室里显得格外冷清 到了夜半 油灯里的油越燃越少 眼看就要游进灯窟 这时候又忽然吹起一阵风 使得灯火更加闪烁不定 几乎就要熄灭了 糟糕 灯火快被吹灭了 其中的一位修行者 不仅着急地叫了起来 在寂静的禅堂中 他的喊声 叫声异常刺耳 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修行者 立马责备他 我们专心打坐修行 你怎么可以开口说话呢 不料他的责备 却引来另一位的不满 你们能不能闭嘴 这时候只见第四位修行者 微微一笑 自言自语地说 幸好只有我没有破界 感悟 俗话说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以自己为中心 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看问题 很轻易地看到别人的失误 但面对自己的过失 却难以发觉 越缺少什么 越在意什么 狐狸和猴子 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于是便去祈求佛祖 赐予他们一些食物 佛祖说 这有两个瓶子 一个装满食物 一个是空的 你们选一个吧 狐狸想了想说 我看这两个瓶子 都是空的 一个瓶子开口了 我才不是空的呢 狐狸一听 马上取走另一个瓶子 里面果然装满了 美味的食物 看着猴子不解的神情 狐狸笑笑说 肚子空空的瓶子 才会怕别人说它是空瓶子 感悟 人越缺少什么 就越在意什么 内里空虚 心里没底 才需要通过语言 来证明自己 而真正肚里有祸的人 你说他什么 他都不会在乎 很多人一辈子 都在与他人打交道 却很少花时间 去了解自己 而了解自己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认识到 这些人性中的漏洞 一个格局低的人 不可能成为成功者 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成功 必须具有宽阔的心胸 坚韧不拔的毅力 等内心的境界与功德 最后才会胜利 蔡康永说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情商 说到底 就是说话让人舒服 做事让人安心 在权衡利弊后 始终选择善良 一个人的性格 如果咄咄逼人 就算才华再超群 智慧再高明 也难以一展抱负 所以做人要懂得 与人为善 不互相为难 只有这样 路才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远 人生在世 唯有针对这些漏洞 不断修修补补 才能在这个纷繁的人世间 活得清醒而理智 通透而自然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